空屋傳出火警 消防人員到場或是迅速延燒 一旁兩間空屋都遭到波及 火警意外發生在上午11點左右 高雄市鳳三區瑞芳街上的空屋 突然起火燃燒 屋主說是在整理廢棄物時傳出火警 但附近鄰居全怒控 可能是屋主使用鐵桶燃燒廢棄物 不慎引發火災 屋主強力否認 由於空屋旁以及對面 一整排房子都有住人 真的十分危險 鄰居怒控空屋屋主燃燒廢棄物 屋勸不聽才會釀意外 有一名住戶 他說他在整理廢棄物 但是沒有募集 那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是要等我們火災調查科 進行進一步的勘查才知道 警方表示如果真的是燃燒廢棄物釀貨 屋主恐怕觸犯失火罪 失火焚毀自己的東西 而釀公共危險 可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TVBS新聞吳宗勳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